好 那这个后端测试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咱们回过头来 在前端当中把它去实现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前端当中所对应的操作就应该是在哪呢 应该是在这个预先的页面当中自己的操作吧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去把前端完成一下 html这里面 然后呢咱们对应的 先来看一下页面 注册页面 在注册页面当中 我们所去提供的那些输入框 手机号就在这个地方 手机号也好 然后呢对应的短信验证码也好 然后呢还有底下的密码跟确认密码 实际上这几个值 我们通通的给你放到哪了 放到表单当中了吧 是放到表单当中了吧 放到一个fum里面了 放到一个fum当中的时候呢 然后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底下关于立即注册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是放到表单里面 type类型submit吧 所以你点击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做任何更改 不去做拦截 不去做处理的情况下 那你说我在页面当中 所填写的数据 是不是都是作为一个表单 被发送到后端呀 对吧 而且是在表单的一个内部 被浏览器去发送过去的 被浏览器发送过去的话 那就有两点原因 有两点什么东西呢 首先第一条 浏览器在去处理这个表单里面的 这么多数据数据的时候呢 它是把这些数据组成什么样的方式 组成表单格式数据吧 之前我是跟大家说过呀 那个格式的东西应该是 就相当于是 K等于Value 并且K等于Value 那种格式吧 那这个格式呢 并不是我们想要做 我们在后端要求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 阶层格式据 这是第一点不满足 第二点不满足在哪呢 如果你这个表单 直接是由浏览器发送 那么现在看一下 我们在后端当中 返回的时候呢 咱们并不控制浏览器 去做页面的渲染结果吧 而是我最终 对于试图的逻辑的 通通都是阶层的方式 返回的 那你说浏览器 拿到这些阶层出去的话 它知道按照什么样的状态信息 去做不同的结果吗 不知道吧 所以相当于 我后端当中 这些阶层的返回值的话 不能应该 由浏览器直接处理 而是应该谁呀 应该是我去 添加回调函数 利用RF的方式 添加回调函数之后 我自己在回调函数当中 去决定 这个返回值 做什么东西 这个返回值 做什么东西吧 不能够这样的方式 所以如果直接 交给浏览器做的话 它有两方面 不能满足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即使在页面当中 我们去给你 做成了 是这样的一个放不表单 那好了 这个放不表单呢 还得是 被我们要拦截下来 我们要自己 来控制一个表单的 一个触发行为 所以这是 我们在前端当中 给大家去补充一个知识点 哪个知识点呢 我们如何把前端 给你拦下来 就把这个表单 给你拦下来 在这个里面 这个 regester.gs 我们在这个gs文件当中 进行相对的处理 拦截表单的话 咱们之前是不是说过 是上次讲过吧 好 那么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要去拦截这表单了 首先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拦截这表单 我应该在gs文件当中 放到哪个位置上面去拦截的 应该是说 当这个表单在什么地方呢 当用故意点击这个立地按钮 比如说点击了这个subway的提交按钮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表单的默认行为给拦下来吧 所以就相当于我现在呢 要去操作这个表单 把你的提交按钮的默认行为呢 给你阻止掉 所以现在回回来 那我这个地方什么时候给你阻止掉呢 或者说什么时候给你去添加这个表单的自定义行为呢 就是说在页面 咱们可以在哪呢 在这个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 咱们一下节省时间 咱们就来看一下 时间不太够 咱们看一下 就相当于我在页面一加载好的时候呢 我做什么工作呢 我去页面当中 把我在这个页面当中 先把这个表单的这个对象 在这里方 先把这个表单的对象呢 给你摘写出来 就相当于通过接规的方式呢 把这个注册的表单给你选出来了 选出来之后呢 然后我给你这个表单的提交的行为 summit的行为 给你去添加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当你去点这个表单summit的时候呢 会去连带的去执行 我给你补充的这样的一种函数作用 这个过程 这个意思大家就明白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给你补充的这个东西 在表单提交的时候呢 补充什么额迹呢 我看一下 这是为表单的 提交 提交 补充 自定义的函数逻辑 函数行为 那这个函数行为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写的 然后呢 你要注意 当用户一点这个表单提交的时候呢 这个 gs会掉我们写的这函数 而且呢 在这函数当中呢 还会给我们传入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呢 就是关于这次行为的一个描述信息 那这个行为呢 在gs当中 封装把这叫做事件呀 叫做事件 就相当于是 现在用户去触发了一个提交事件 然后呢 gs会把这个事件呢 封装成一个对象 传入进来 然后呢 这个对象呢 就是关于这个事件的行为的描述信息了 然后呢 那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做的工作 如果不做任何处理的话 那好了 紧接下来 浏览器就会把这个表单呢 给你进行提交 但是现在呢 我已经给你补充了一个提交行为的话 我想把浏览器的那个行为呢 给你阻止掉 那怎么去做呢 就是通过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提交事件 提交事件 也就是提交事件是这个e 然后呢 直接通过这个e 对象里面有个prevent default方法 给你阻止掉吧 所以相当于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 就是阻止 浏览器的 浏览器对于表单的默认 自动提交行为 就相当于 我通过这一句话之后 然后呢 把整个的这个事件 给你拦下来了 浏览器就不会再自己发送了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后面不做任何工作的话 这个表单就没有任何的行为出现了 没有任何效果了 所以这还是相当于 我给你出了之后 整个表单托管给钱了呢 托管给我了 我就在这个函数当中 做相当于处理 那我要做什么 做相当于处理呢 我为 我就可以向后端去 组数据 然后发送了吧 那组数据的话 还得前提 我还得在前段中判断一下 手机号有没有填写 短信验证码有没有填写 两次密码是不一致 所以再通过接的方式 来去提 从表单当中呢 通过接规的方式 把一个一个输出框 提出来 出来之后呢 去判断手机号有没有完整 然后呢 短信验证码有没有完成 两次密码有没有填写 并且一不一致 关于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并且在前段中呢 去展示一个这样凑信息 这时候 一旦传证完成之后 在前端教验完成之后的话 那再做什么工作 就可以去通过阿甲克斯 向后端发送了吧 所以 接下来就可以去向后端 去发送出去了 调用 阿甲克斯 向后端 发送 数据 发送请求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时候我要向后端 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后端 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 接送根数据 所以 我在前段中 是不是得把 首先要发送的数据 先组成好 然后组成接送 往后发呀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先去构造一个 请求的数据 request data 还是先构造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的数据有哪些呢 我们在后端对应的 mobile sms对几个参数 所以咱们把它拿过来 对应的名字 mobile 它是哪个值呢 上面已经提起过 所以应该是mobile 还有一个值 相对应的 我们在后端叫做 smscode 所以拿过来 smscode 那它是哪个值呢 叫做fonecode 再往后走的话 还有一个password 我们使得全称 前端当中叫做password 简写 还有第二个password 二 对应的password 二 放到这儿 这样一个对象有了 这样一个对象有了之后 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可以往后端发送来 咱们就可以直接去 再构建一个 请求的iq的阶层数据了 怎么结构呢 gs里面是不是 但是的阶层当中啊 在这里面有一个stringify 然后呢把主意quest这个data传过去 它是不是就会转换成阶层数据了 转换成阶层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往后走吧 我要向后端发送了 我们说了 咱们在后端当中 直接通过是盖的阶层方法 所以这个发生法的话 还依赖于你前端发送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得带一个请求头啊 请求头可能type 所以呢咱们三岁 就只能去使用这样一个 到了点完整形式吧 阿甲克斯 然后对应的参数都有哪些啊 UIL 咱们去选一下 那对应的是API 然后期限V1.0 再往后呢 应该是sms 呃不是 应该是注册吧 Useurs 是它 然后呢 请求方式type 对应的是POST的请求方式 再往后呢 要是描述一下我发送的数据吧 Data Data数据什么东西呢 就是JSON 就是快速的一个JSON 这是刚才够到好的数据 然后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应该是我要去描述一下 我给你发送的content type的类型 是application 这是不是写全的 application JSON 再往后走的话 这里面这个地方写错了 好 这里面的话 还有东西 就是我还可以去指明后端 给我回传的数据吧 后端回传的Data type 我可以告诉他 后端呢 给我传送回来的呢 应该是JSON 而是数据 然后还写什么东西 还写的话 就是回调函数了吧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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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里面去写 然后呢 能够收到一个返回值 而且这返回值 是不是又是变成对象了 对吧 又是个对象了 然后呢 在这个对象中呢 又要做详细的处理了 那这个详细处理的话 咱们怎么推出处理呢 还是咱点写一下 ISP当中 如果你的error number 给我回传回来 是那个ok吧 ok的对应中的码是0的 如果是0的情况下 然后呢 那咱们是不是代证 也代表注册成功了 一旦注册成功 怎么去做 是不是跳转链接了呀 对吧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跳转 是不是就是在前段中 自己去跳转的呀 所以 location.href 给你设置为 到哪呢 到主页里面 是不是可以了 主页是index atml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注册的时候 已经给你去 把这个默认情况下 这个注册 一个登录状态 是不是已经给写了 你一旦注册完成之后 你都签写过密码了 所以我就认为 你已经处于登录状态了 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接 跳转到主页上去了 这是 这是注册成功 跳转到主页 跳转到主页 然后呢 其他的情况 iOS 其他的情况之下 咱们还是直接给你 喊回这些信息 alert ISP里面的 ISP里面的 er message 那实际上 对于前段来说的话 它不是在这里面 不做更详细的页面 处理效果上 所以咱们是属于前段东西了 就不再去写了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这段逻辑 你要注意 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去 普通的CSR回来 因为后端 我们现在还没看起来呢 所以咱们现在 还是来测试一下 然后呢 回过出来 我们再让里面 重新清除一下缓存 清除一下缓存之后呢 咱们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 这样里面 刚才186 然后呢 咱们取一下 12345678 一个2 哇 这些多少 换一下 应该是WOFE吧 然后呢 获取一下 转信 这样里面一下 629185 没有提示的话 实际上咱们这个 GS应该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Network这里面 刚才发送的时候呢 原因在于哪 原因在于 你看这个地方 判定了吗 判定的意思 如果出现这个地方 就代表是说 这个你对应的 后端的试图 还没有执行完呢 原因在于哪了 刚才在里面 是不是要发送转信呀 发送转信的时候呢 我在里面网断了 网断了之后 发送出具了 相当于刚才卡到哪了呢 卡到的就是 发送verify code这里面 verify code这里面 这里面在进行 send的这个步操作的时候呢 卡在这儿了 那你说卡到这儿的时候 之前我是不是已经 把它已经保证到 rading当中了 就在这儿了 所以在这里面 是不是也验证了 如何可能会发生 阻塞的行为呀 就跟你在 jumbo里面去 需要的引入过 ebo吧 对吧 引入到那send的 ebo的原因 就是在于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出现延迟的话 用户在里面 是不是迟迟 都收不到那个结果 就在这一块了 所以关于这个ebo的话 我们放到后面 给大家去补充这道遥迹 咱们就把这个东西 先写完成之后再说 没过气呢 又过气了吗 那我赶紧去写一下 123 然后456 123456 点击一下注册 点击一下注册之后 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来的主意了 所以已经注册成功了